今天早上我们来到这间诊所门口的时候 其实诊所都还没开门 但是门口就已经大排长龙了 所以可以看到 其实现在中医是非常盛行的 但是各位观众朋友你知道吗 中医除了调理体质的功效以外 其实我们同样可以利用中医的原理 来达到美容抗衰老这样子的效果 今天我们就要对大家来了解一下 韩系小V脸 蓬润的苹果肌 是每个女生都梦寐以求的 但如果不想借助外来物来改变 其实你还有另一个选择 创立了台湾颜面针灸医学会的沈医生 带入由韩国宋真和教授所传入的美颜针技术 考中医当中的针灸原理 以最自然的方式来调整脸型 韩国的这个美颜针是从韩国的宋真和教授 他在三十多年前开始的一个发想 然后他从这个针灸治疗 他的颜面神经麻痹病人身上发现 他们脸都变漂亮了皮肤肤质变好 所以他在接下来的这二十年 把它发展成一个叫FACE美颜针的这样一个技术 那这个技术除了说可以用来治疗疾病 当然我们最后发展成一个美容的效果 美颜针疗程完毕后不需要恢复期 因此无论是需要随时保持完美状态上镜的KOL 或是想要以最美的样子结婚的转新娘 都将美颜针视为一个好选择 那美容针的话 它其实是你当下拔完针之后 你就马上都可以出外景 所以对我来讲其实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 我在结婚前一周 然后就赶快就是在紧急再做一次 那我觉得就是整个就是肤色的明亮度 整个都很提升 然后脸的拉提效果也很明显这样子 美颜针它在治疗上面 它会从筋络下手 然后会去approach到我们的筋膜肌肉 然后去调整整个脸型 我们完全就是用针灸的方式 去松解它的肌肉 去制造它的弹性 其实美颜针技术的发现 要追溯到治疗颜面神经麻痹 因为发现颜麻病患 扎了针之后皮肤变好 甚至有拉提的效果 才因此发展出这套技术 因此在沈医师的门诊当中 也不乏听闻沈医师在这个领域的权威 而前来求诊的颜麻患者 我大概是在发病后的第二周来到这个诊所治疗 那一开始治疗的时候 眼部的神经就已经有感觉了 甚至是在于治疗第四次第五次 也就是在两周后 整个的状况都改善很多 甚至我的同事都说 如果不细看的话 是看不出来说 我的两边的脸是不协调的 伸缩力除了美颜针治疗以外 现代生活步调太快 压力太大 或是因为高龄 而无法顺利伸出小孩的不孕症病人 也都会前来伸缩 从调理体质开始 希望可以成功伸出一个可爱的baby 我们一开始从西医上来说 我们从最简单的人工受孕 然后失败 然后试管失败 事实上我们做了很多次 我们花了很多的心血跟钱 那我们来找沈医师的时候 其实除了我老婆之外 我也开始接受治疗 帮助我们受寄囊人得到最好的结果 男生女生其实上次都会保持一定的品质 我们也有觉得我们自然有一个好的结果 其实我们在治疗不孕的时候 我们会用到一些药材 譬如说我们今天会用到当归 鹿绒 会通过阿娇 这些东西我们可以在 我们的古方子里面可以看到 那在韩国Eason 许俊协写的这个东医保健里面 也有写到说 拱臣丹跟穷玉膏 尤其像拱臣丹 它用来治疗我们的这个 新功能的衰退是很有帮助的 而沈医师也秉持着提供 无私教学的理念 带领团队前往各研讨会 交流会 学习 并经济相关技术 在中西医合并之下 现代人不论是面对美容 或是调养身体 都有了更多元的选择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关注 我们打赏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访年转发 欢迎访转发 欢迎访岁道